加總包 車仔下去 來到這個地方呢 非常特別 因為我現在在的位置是桃園 Volvo凱陶汽車的旗艦展示中心 你可以來這邊看到新世代的能源車款 包含汽油車 包含Plug-in Hybrid等等的車款 甚至你想要來這邊賞車 順便充電都是非常方便的 今天我來到的地方就是凱陶汽車 我要來帶大家看新世代的Volvo展示中心 是怎麼樣的一個格局 然後呢還有20年式的車款也隨之的上線了喔 也都進駐展間了 所以到底Volvo20年式的車款 有什麼新車值得期待呢 馬上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哈囉小池 嗨 那個大家可能對於小池可能第一次見面不太熟悉 我們先請小池幫我們跟觀眾朋友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大家好 那我叫做許貴慈 那我認識於Volvo凱陶汽車 那大家可以叫我小池就可以了 小池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到凱陶汽車 我之前已經來過 但是距離我上一次來到這一次呢 其實我發現凱陶汽車展示中心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是 那我們目前的展示中心呢 是全球同步北歐風格的VRE展示中心 是 對 那最主要的全球統一規格的VRE展示中心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最主要我們就是像北歐的風格 對 對那不凡是桌椅呢 我們都是進口進來的 都是原木 對 原木設計 非常符合那種北歐風 給人家那種溫暖的感覺 對 那凱陶汽車在升級的一個展示中心之後呢 是不是在區域的規劃上也有不同 對 那像我們在一樓的部分 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新車銷售的部分 那除了可以擺放10台以上的新車以外呢 那展間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也有就是包廂式的一個洽談區 有三間的包廂式的洽談區 感覺就是進來這個洽談區是一個非常舒服 然後開闊的一個環境 對不對 那好像還有其他的地方的規劃 二樓好像也有 對 那二樓的部分的話是我們的客戶休息區 對 那也是很寬敞的 對 那除了在客戶休息區還有新車展示區之外 欸 服務廠的部分也有嗎 有 也是在我們的後方的部分 所以算是一個 可能汽車在升級之後 已經是一個全功能的旗艦展示中心 對 全方位的 那包含板金桃漆也都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喔 所以整個對於顧客來講 整個服務都會是非常的全面的 對 就是一條龍的服務 了解了解了解 好 那小池我還問一下 因為20年式的Volvo新車 基本上都已經上市了 對 那在這個新車的上市這些車款之中呢 你有沒有最喜歡或者是最推薦哪一部車呢 那我這邊會比較推薦我們的AC60 對 XC60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20年式的XC60 好的 走 好 小池 那這麼多20年式的Volvo新車當中 你最推薦XC60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這幾年其實大家都很注重家庭的一個戶外休閒活動 那其實我們這一款AC60呢 對一般的家庭有小朋友 那現在大家很喜歡往山上跑去露營也好 對 那這台車的不管是空間也好 那當然安全性更不用停 對 那所以這一款車我會蠻推薦給一般的消費者 那是不是說在你的車主的族群裡面 XC60的車主比例是比較高呢 對 沒錯 所以你對XC60應該是非常的了解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目前20年式的新車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先從外觀開始好不好 好啊 OK 那像我們以車頭來看的話呢 像最前面的部分呢 擋光玻璃的正前方 那有我們很多的主備用安全配備 所以都是透過我們的攝影機跟雷達的部分 對 雷達跟攝影機的部分 那它可以辨識前方的車輛 還有行進間的行人及單車客 那它偵測即將碰撞 都會幫我們接入煞車 哦 所以當然又很有名的那套PA2的系統 安全系統 就會包含了車道偏移 然後主動跟車 還有主動的煞車 這些都是XC65的一個標配 對不對 全車系的標配 是沒錯 所以安全性一直是VOLVO品牌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設計理念 車型的設計理念 我看到車頭這邊 這個VOLVO的LOGO下方是還有一個鏡頭 對 沒錯 那它呢 就是有一個360度環境 那我們目前2000年式呢 它也是列為標準配備 20年式的全車系嗎 對 全車系都是標配 哇 這個真的對於車主來講 是一大福音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市區開車有沒有 就是那個要停車的時候 因為休息車原本就是比較 視野比較高 然後可能車型還是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在路邊停車的時候 如果有全車的環境 360度環境 在停車的話 其實不管對於男生女生開車 都是非常方便的一個配備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車頭大概看得差不多 我們就來看看車側的部分 好的 小池 那車側的部分呢 也請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車側的部分呢 你看一下我們上面呢 就是也有裝 就是車頂架 車頂置物盒 那如果說我們有到山上去錄影 那空間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另外加裝這個外觀套件 這個外觀套件 其實就是可以在 我在買車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跟你們講 對 就可以做選配 做選配 包含了這個燈車踏板也是選配的 對 好 這個燈車踏板也是選配的部分 對 那如果說我們有在老人家 小朋友的話 那如果說裝了一個燈車踏板 他們也比較好上下車 對 因為休旅車 畢竟車高還是比較高 有時候在上下車的時候 可能家人啊 行動 比較沒那麼方便 那如果有個燈車踏板的話 其實上下車都是比較方便 也比較安全的 對 而且這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有燈車踏板 有時候下雨的時候 一些水比較不容易噴到車身 是不是比較方便 對 那再稍微幫您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家車門的部分呢 它是做全包式的車門設計 全包式的車門設計 所以剛剛我們有聽到 下雨天的時候 像我們女生如果穿長褲長裙 那也比較不會弄髒 對 全包式的這個 全包式的車門設計 車門設計 所以基本上 它的水不會往車內噴 對 那你比如說 女孩子穿裙子啊 穿室外也好 就比較不容易髒掉 對 這是好貼心的一個設計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是看車尾的部分 對 讓車尾來看一下 對 那車尾的部分呢 我們是採直列式的一個LED的尾燈設計 對 L型的 對 那L型的能見度比較高 讓後方來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這樣子 喔 了解了解 而且我要看到這個目前車身的名版好像有點不一樣 對 那我們從原本的T5變成我們現在的B5的引擎 對 那它最主要加了一個48V的一個電池 喔 所以其實這次的動力 20年式的XC60在B5車型的動力其實有改變對不對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動力的部分 再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先來看空間的部分 好 好 這是所謂的感應式的電動尾門 對 哇 真的很寬敞 對 那它這邊的空間的部分的話有483 就是這樣子的標準就有483公升的一個容積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基本上它這個隔板下面是不是還可以置物空間 有 這個下面呢還有一個淺層的置物空間 對 我覺得如果貼心的地方就在這裡啦 因為它這邊會有一個小的掛鉤可以讓你勾住 你如果是想要拿東西或是放東西的時候 你都可以非常匆容不迫的把東西放好之後呢 這個掛鉤就稍微堵著 然後還可以有一個小的磨鬼毡 磨鬼毡這邊把它貼著 然後它就可以收納在下面 那目前這邊的話就是有原廠的一個補胎的工具 對 補胎器跟打氣機 打氣機還有鎖車工具都會放在這邊下面 對 然後我們蓋下來之後呢 它就是會是一個非常堅固而且平整化的一個空間 當然呢 我剛剛小石有提到它的 目前標準的行李箱容積呢是483公升 對 沒錯 可是如果座椅傾倒之後呢 就會到了 1410 1410 1400公升 就是所謂可以六四分離的一個座椅傾倒 所以整個空間的配置呢 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豐富靈活的 對 尤其對家庭族群而言就是 車內的空間 然後想要後座想要放一些行李啊 都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真的覺得這樣子還不夠 沒關係 你還可以選配車頂架的那個置物盒 所以基本上叫它出去露宇的時候呢 絕對不會犧牲到原本的車室的運用空間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行李箱空間也看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來看看內宇裝的部分 好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車室內裝的部分 好 OK 那您的正前方的部分呢 是12.3吋的數位儀錶吧 對 這個尺寸非常大 好 那我們的ACC跟車系統的部分呢 是我們方向盤左手邊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對 哦 瞭解 就是先按了定速之後再開始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對 車鋸啊 就是在左手邊的大拇指這邊 大家都可以非常容易地進行操作 對 是 好 那我們視線轉來中控台這邊的話 好 OK 那我們中間的部分呢 是9吋的觸控面板 對 而且它是最新的紅外線觸控 紅外線觸控 對 那其實像我們冬天啊 像我們女生比較怕冷 常常會冷到戴手套 那我一樣可以戴著手套觸控它 哦 是喔 這一點還不曉得 對 這個好方便 OK OK 那裡面整合呢 像我們的導航 導航 對 導航畫面 導航這邊會有 對 那導航音響空調呢 我們都是透過這個觸控面板來做設定 對 那我們這個整個中控台就簡約到下面只有幾個按鈕 讓你不會很複雜化 一個很北歐風格的一個樣式 一個簡約 對 然後又有非常濃厚的一個設計感 非常現代的一個設計感 對 所以變成說大幅的按鍵的簡化 其實也讓大家就是駕駛者 就是很容易去操作 想要操作的功能 不會很複雜 要不要特別為了買一台車 好像去學習車內很多的功能 其實不用 就在大部分在這個平板裡面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做很多的一個設定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像導航系統的部分呢 除了你在中控台 這個9吋的觸控面板可以看到 那在我們12.3吋的儀表板的部分呢 它在中間的部分呢 還可以進行一些控制對不對 對 它也可以顯示就是導航的畫面 另外呢 像我們目前也有標配一個抬頭顯示器 在您的正前方 對 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那當我們有設定目的地的同時 對 佔你的12.3吋的儀表板也好 那抬頭顯示器也好 都可以幫您引導 哦 都因為顯示一個路線的引導 對 比如說直軸啊 轉彎啊之類的 沒錯 這個功能是非常的棒耶 因為現在目前一些導航跟儀表的整合 甚至智慧型手機的聯網的一些東西整合 我覺得是一個趨勢 但是我覺得VOLVO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做到的是更加的細緻 還有貼心 對 沒錯 那還有包含呢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在講的一個 CUP類的部分 對 那VOLVO全奢系也都是標準配備 哦 標準配備 不需要加價也不需要選配 哦 不需要加價也不需要選配 因為畢竟現在智慧型手機這麼普遍 所以包含的Apple Cup類 還有Enjoy Auto 對 都有的 這個真的很棒 所以這一個大部分已經整合在 這個多媒體系統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很輕鬆就手的去操作 原本自己已經非常熟悉的3C產品之類的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事件再往下的話呢 就是中控台排行座這邊 對 那中控台的部分的話呢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成就是B5 所以它是搭配我們的線傳式的排檔頭設計 哦 對 那這個按鈕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開關 對 發動跟熄火的部分 都是用轉的 都是用轉的 對對對 那再下來呢 Driver Mode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依喜好來調整 那它可以調整像日常模式 或者是敏捷模式 像我們在開快車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切到敏捷模式 那在我們油門的部分呢 它會變得比較輕盈 對 反應的速度會比較快 對 對 那你就可以有操控的樂趣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電子手煞車 還有Auto Hold 都是在這邊可以進行的一些操作對不對 對 如果還有一些 大家想要做一些車輛細部的設定 也是透過這個中控螢幕 對 可以來做一些設定對不對 對對對 好好好 那個小石 我剛剛坐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座椅有點不太一樣 是的 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做的這座椅呢 雙前座都是電動椅 電動椅 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腿部延伸的功能 對 那像Rock哥每次就是到處要 中南部的跑來跑去的時候 當你的椅子調到最服貼的時候 其實長途開下來也比較不會疲累 哦 了解 對對對 所以它連腿靠這個部分 都是電動的一個伸縮的 調整的 對 這個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一般有些 我們知道的一些O系車款 Hawa車款 它的這個腿靠的調整其實也是手動的 對 但是Vovo的呢 就是全電動的 對 舒適感就是比較不一樣 對 而且我們雙前座都是電動以外呢 都還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哦 雙前座都有兩組 不是只有駕駛座而已 對 雙前座都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這真的是非常貼心 也是非常貼 對消費者而言是非常便利的配備 對 因為有時候家人可能 可能是老公開 可能是太太開 他就可以用記憶功能去 調整到他自己原本最適合的一個座體 對 對 好 那前座看得差不多 我們來看看後座的空間 因為後座空間對家庭族群而言也是非常重要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到後面吧 來 這邊請 謝謝 小鏡頭 好 小池 那我們就來看看內裝後座的一個空間的表現 是 對 那我們後座出風口的部分呢 我們設計在兩邊的B柱的地方 這邊 對 那他可以上下左右來做調整 其實我覺得這個高度好像對於後座的那個比較剛剛好 因為一般都是在中央後扶手這裡 下面 會比較感覺吹不到風 對對對 就是他的角度要再調一下 這個高度我就覺得剛剛好 對 沒錯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全景式的一個天窗視線 這個就讓 其實不僅只有駕駛前面覺得寬敞之外 其實後座的人也會覺得很寬敞 對 那也是我們全車系的標配 全車系標配 對 這個等級的全車系標配 這個尺寸而且尺寸非常大 對 對不對 好 其實說一下這個第一個空間感的感受方面 其實頭部的空間其實還有一個拳頭的一個高度 所以不會覺得壓迫 然後再來西部空間將近有兩個拳頭 是 所以其實非常寬敞的 我現在腿部的一個伸展 想要伸在前面一點是非常的方便 再來呢 包括內裝的一個座椅的舒適度 我覺得不管是泡棉軟硬的一個設計 還有皮革啊 然後空間的一些配置都非常的棒 我看到一個原本大家熟悉的後座出風口的地方 它是設計有所謂的一個插頭 要有插頭耶 對 這樣你可以插筆電 嗯 對 這個直接拿插頭你就不用一直在透過什麼轉USB啊還是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是直接可以插頭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你真的要點音器呢 下面也是還有一個點音器的一個配置 是 這個就比較貼心一點 因為一般車是不會在配置有所謂的插頭類似的 好啊這真的很方便 好那後座其實差不多對不對 對那 但還要再幫您介紹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功能 對那可能要麻煩您先下來 我下來是不是 對 好OK 好 怎麼了 那像我們還蠻多客戶選過這台車 剛剛有提到就是家庭用車 戶外休閒活動 那其實很多家庭都是由小朋友 沒錯 那小朋友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兒童增高墊的一個設計 哦對 兩個座墊都有 兩個都有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像我蠻多小朋友來呢 我都會跟他們介紹這個功能 那小朋友一坐上去就說 欸 爸爸我要買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有我的位置 哇 真的喔 對 才開始看就很開心耶 就是專門給他的一個位置就對了 對 那即使你有兩個小朋友 兩個座墊都有 那也不會打架 不會吵架 對對對 就算小朋友可能年紀啊 還是可能還沒到 或者是比較嬌小一點的小女生 那是不是還可以再變化一下 對 我們還有第二段的 第二段的 可以再把它拉高一點 所以它有兩段式的可以調整 哦 對 而且它這邊其實很貼心喔 它有說就是我們一般的 115公分以下是大概有設定什麼樣的高度 那如果是95到120公分的一個小孩子呢 有怎麼樣的一個設定高度 而且它還有兩段 對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的貼心 那這兒童增高墊呢 就完全不會影響你後行李箱的空間 哇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 兩邊呢都可以有所謂的兒童增高墊的設計對不對 對 剛剛小池也提到說不會佔到一個行李箱的空間 因為一般我們確實是會放兒童安全座椅啊 甚至放增高墊這個東西 其實放在後行李箱確實是有那麼一點佔空間 對 對 如果你又是兩個小朋友放兩個 就是還蠻佔空間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內裝的後座已經介紹了差不多 我們最後再來看動力的部分 小池我們先來看看動力的部分 是 現在目前這個動力是2.0升的 我有這樣引擎嗎 對 那它B5不一樣的地方是在 它是250匹的馬力 那因為我們有加一個48B的電池 所以它的動力上還有再加14匹的馬力 250匹 原本的動力數據是250匹 然後35.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但是因為有48B的微油電系統 所以再增加了額外的14匹的馬力 所以這個就是微油電系統 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輔助動力的一個輸出對不對 對 那這個微油電系統 其實我有大概做一下功課 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啟動馬達 還有發電機的部分 是結合這個微油電的系統 當然就可以讓整個啟動可以更順暢 然後動力的輔助啊 它可以讓整個動力的線性 會變成更加的細緻 然後還有順暢對不對 而且還有輔助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油耗的部分 對 它還可以讓車子更加的省油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新系統也是在20年式的B5車型 才全面的搭載 對 對不對 好 當然還有一些包含一些動能 煞車動能回收 也都是在這一套的新的動力系統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對 沒錯 好小池 那我們大概今天已經把SC60都已經看過一遍了 是 那小池這邊是不是還有什麼想要特別的幫大家補充的呢 是 那最主要針對VOLVO車上的所有的材質呢 都經過工藝商的聲明 那不會含有就是有害的成分 這樣子是不是 車內的一些不管是飾板的材料啊 甚至染料的這些都不會有有害物質 而且我還知道喔 經過所謂的高溫65度的曝曬測試 不會揮發出有害物質 對 沒錯 這也是不管是它的一個皮革啊 還有一些飾板還有一些染料等等 都是無恥的對不對 對 這真的非常不容易耶 對 很少有 有 我覺得真的有 品牌的車廠會考慮到這個部分 是 所以這對於車主而言 甚至對於原本就是非常愛家的男人而言 家庭族群而言 我希望我車上裡面的空氣品質 一定是最安全 對小孩子也是不會有什麼過敏源產生的 是 這一點Volvo都幫你思想到了對不對 我知道因為最近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對於其實一些比較不開放的空間 個人空間或是私密空間的一個空氣的品質 都會更加注重 而且Volvo的全車系一直都有Clean-ROM這個設計 可以大概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套Clean-ROM的一些系統的設計 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像我們Clean-ROM純淨的車室的部分呢 它有嚴格控管車室空氣品質 我們有一個叫做IAQS的車室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那系統中的感測裝置呢 它能監控進入車室的空氣 並在必要時關閉進氣孔 並利用多層活性碳的一個過濾裝置 它能呢阻擋包含灰塵啦花粉在內的一些微粒 那同時能避免淡洋化合物的一些污染物質進入車室 而且可以超過90%以上的PM2.5的一個過濾 原來是超過90%以上的PM2.5的過濾 對 沒錯 那我們還有一個呢 改善車內空氣品質的一個CLEIP純淨車室的系統 它可以自動循環換氣 那排除車室的空氣污染 再生新鮮的空氣 那只要當我們呢車外的溫度呢超過10度以上時 那我們以遙控器解鎖 那即可啟動為時長達60秒的一個換氣的一個程序 來改善我們車室內的空氣品質 好 講到這個車內的過濾系統 當然一定是這個我們的空氣率 車內的空調的濾性就是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Volvo也非常的注重 除了整個車內的換氣系統 或者是肯定用這些系統 包含了這個連這個車內空調的濾性 都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它的不管是它的整個從車外 然後過濾到車內的一個過濾的沉網 都是經過認證的 而且可以阻絕大部分 對於身體的有害物質把它阻絕在外 還給車室裡面一個非常非常乾淨 純淨的一個空氣品質 對 沒錯 這真的是非常棒 尤其是對於家庭族群而已 我真的覺得這個空氣品質 車內的空氣品質往往會被大家所忽略 所以現在大家會在車內 或者是在家裡安裝什麼空氣清淨機之類的 對 那其實這一點Volvo很早很早就在做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非常的棒 對於喜歡Volvo的車主而言 對不對 那最後呢 請小池再為觀眾朋友再自我介紹一次 好 大家好 那我叫許桂池 那我現在在Volvo凱陶汽車 那大家也可以叫我小池就可以了 好 如果剛好在桃園附近的朋友 其實對Volvo車款有興趣 都可以來凱陶展示中心找小池 那他會以非常專業誠懇的態度呢 為大家服務 好 那我們購車去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掰掰